今天我們要玩的是 絕對做壞了 未來最強的雙外掛組合 沒有錯 就是未來版本的贊尼爾 再配上一隻芽芽在頭上 你就可以整場飛來飛去喔 因為改版之後的贊尼爾呢 大絕招變成附身合體的狀態 所以你頭上再掛一隻芽芽 就變成雙外掛的組合 我必須說改版之後的 贊尼爾傷害變得非常高喔 我們來看一下改版之後的暴盾 還有普通連招的121全坦狀態下 可以直接把射手打到幾乎殘血喔 另外觀眾也有說 全坦克的贊尼爾更讚喔 我真的被這個傷害嚇到了 121的基本連招全魔攻 就可以直接把對手炸到秒殺喔 好了那今天呢 我們要玩的是全坦克狀態的贊尼爾 再配上目前正式伺服器 中路最強狗角芽芽喔 大家不要小看芽芽喔 芽芽就算上市被傳說對決 官方削弱之後呢 目前依然不管是外服或是台服 都是公認目前中路最強的法師喔 芽芽有著超簡單的操作 還有超高的回報率 如果你排位賽或是一般想要 破壞對手的遊戲體驗 就一定要選芽芽喔 還記得我們之前介紹過的嗎 中路的莫托斯 再配上中路法師的芽芽 是一個超無敵無腦回血的組合喔 好那今天呢 我們要把這個版本稍微改良一下 玩一個未來版本的贊尼爾再加上芽芽喔 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的是 這是一個雙附身合體的大絕招 所以我們走中路 只要快速的把兵線給清掉之後 就可以到處遊走 就算你走下路 對面突不及你上路 你也可以利用你的大絕招 飛去上路直接快速的支援喔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改版之後 贊尼爾的一技能的護盾呢 能夠炸更多的傷害 也能坦更多的傷害喔 還記得前幾天影片 我們才介紹改版之後的贊尼爾嗎 但是我們拍完那部影片之後 未來版本的贊尼爾又遭到削弱了喔 目前素質是接近正式伺服器 但是也是有強的地方 我們之前介紹過 未來版本的贊尼爾的被動傷害 是直接造成對手8%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等於說是目前正式伺服器 你要點滿級才有的狀態 但是目前也削弱的 跟正式伺服器一樣 是造成一個4到8%的傷害 那會隨著等級提升喔 那一技能的護盾也稍微在前期削弱 總之現在基礎傷害 還有造成的傷害 都變成正式伺服器 但是多了額外生命值的加成坦度 還有傷害喔 大絕招我覺得有個滿有趣的地方就是 在改版之後可以炸更多傷害的原因是因為 你在使用九天旋女降落技能之前呢 你就可以提前開啟你的一技能護盾 等於在落地保護隊友之後 對手只要把你附加隊友的 那一個護盾給打爆 他會被爆炸傷害炸到 而且呢你的一技能傷害也能提早爆炸 再加上你的額外二次的被動技能喔 就可以輕鬆的把刺客的英雄秒殺掉 我在體驗伺服器真的是屢試不爽喔 而且你降落之後呢 芽芽還可以開啟大絕招喔 我認為在新版的戰力呢 就算比目前正式伺服器 只有強一點點而已 我覺得光是這個被動就超級值得的 因為以前呢 我們要在那邊拿鐵錘敲三下才有被動 現在就是五秒的冷卻時間喔 等於說你第一下普攻 就可以造成這個強而有力最大生命值 後期有8%的被動傷害喔 那一技能暴盾呢 你等於說可以敲兩次被動 等於剛會戰 你就可以不管是敲對面坦克或是射手 16%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你還沒有算其他的技能喔 在前面的影片我也有測試給你看 後期的戰尼爾光是全坦裝喔 你敲射手或是刺客都超級痛的 那大絕招降落下來 又能幫附近的隊友補血 那芽芽又能幫忙控場 這個組合我覺得在未來非常值得一試喔 那之前也有觀眾跟我說 哇 噗噗恰恰那 這個戰尼爾再加上芽芽 你們打野或是凱撒魯 再走雅連 哇 一個三飛的組合欸 雅連要飛升以前喔 你們就直接在附身雅連身上喔 可是目前先行伺服器 我的朋友真的很少 所以如果你有傳說對決 先行伺服器的體驗資格的話 拜託多註冊一下 因為目前玩體驗伺服器的人 真的好少 只能湊到芽芽再加上戰尼爾 我有超多瘋狂的想法 我們甚至 未來還可以凱撒路走麥克斯 打野走雅連喔 中路走雅牙 輔助走戰尼爾 哇 當那個麥克斯直接飛過去的時候喔 然後芽連直接附身在上面 然後戰尼爾再直接 飛到那個麥克斯上面 哇 一個三附身的外掛大絕招 就直接形成了喔 當然也有人說 麥克斯可以取代成潘因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總之有非常多 在未來超狂的組合 等著我去測試 目前這個最新的更新階段呢 還沒有帶到正式伺服器 因為目前還正在測試當中喔 在剛剛加強的戰尼爾 哇 那個被動技能一敲 真的是讓對手頭破血流 但是在改版之後我發現 雖然削弱了一點點 比正式伺服器強一點點 但是配上這個芽芽的組合 真的超級強的 我不得不說 我非常感謝之前那部影片的觀眾 因為我之前都是帶著爆裂樹甲的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在改版之後呢 你可以嘗試 蘇尼爾帶上自然之怒 真的變得超級痛的 自然之怒就是 你只要對對手造成硬控制的時候 會燃燒附近%數的生命值 然後還會降低對手的魔法防禦 等於說你頭上的芽芽都會直接受賄喔 我覺得都變得超級棒的 降低魔防 而且你頭上的芽芽 也有幫忙帶拘魂的話 哇 後期就可以直接輕輕鬆鬆的 把對手給秒殺掉 這一場我們已經打到 對面有點放棄了 因為我們的組合真的太討厭 對手打野就是出現在哪裡 我們就是直接 九天玄女降落降落 就直接把對手輕輕鬆鬆的秒殺 遊戲時間五分鐘就已經拿下了七殺 哈哈哈哈 太好玩了 各位我昨天去打了第三季的疫苗 呃 然後我在我的Facebook的粉專 也有發一篇文 打完之後 我就像是教室的拖把一樣喔 全身無力 軟趴趴的 然後想靠在牆壁上喔 你們教室有沒有那種拖把喔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然後也有觀眾 在鼓勵我說多喝水啊 多吃一些維他命C啊 然後還說 BBCC這也好啦 這代表你還年輕喔 聽了真的是非常的開心啊 打完第三季的時候 真的是身心舒坦許多 除了能夠去健身房之外呢 就是我覺得很可怕的地方是 打疫苗真的不可怕 但是新聞常常都在播一堆 很恐慌的新聞 就是啊 有人打完疫苗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都會讓我非常的害怕 總之呢 我三季全部都是打BNT喔 而且我蠻意外的是 現在第三季好像 隨便去什麼醫療診所 就能直接打欸 不過要預約一下 然後我還問醫生說 哇 該不會還要打第四季吧 天啊 該不會以後一年都要痛苦一天吧 因為我昨天打完之後起床 我一開始是想要剪影片 可是剪到一半 剪到一半不對勁啊 我全身無力欸 就像是麵包超人的臉 被細菌人汙染的那種感覺 全身發不上力 然後一直流冷汗 然後我狂喝水啊 狂喝矿力水德啊 然後又吃了一點退燒藥 休息了一天 今天終於讓麵包超人 換上新的臉 真的有點開心喔 好了 那我們直接呢 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把對手給秒殺掉喔 嗚 直接快跑 嗚 哎呦 和平啦各位 不要打芽芽喔 頭上有個蘿莉 而且我發現有個很酷的地方是 當你頭上的芽芽 拿藍buff的時候啊 藍buff是直接在你頭上飄 等於是有個光圈喔 好了 那這邊呢 我們直接附身愛里 跳上去之後呢 被動一個下去喔 有沒有敲的對手 頭破血流 不管是坦克或是什麼喔 軟皮就交給頭上的芽芽 那硬坦克就交給我利用二技能 控制之後的自然之怒 消他魔防 燒他傷害喔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把兵線推進去 老實說呢 今天傳說對決 有進行一波改版 我的影片也有上喔 為什麼芽芽 到現在都還沒有削弱者 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不覺得這個組合很強嗎 我的二技能硬控之後 觸發自然之怒 降低對方的魔法傷害 芽芽在瞬間開啟大絕招 哇這個不兩三個人來圍毆 是絕對打不死這個組合的喔 然後打不贏你又可以直接 飛天盾地逃跑 呵呵呵 這個組合想起來就讓人興奮了 在未來的版本呢 你也可以嘗試看看這個組合 好了那我們就看哪一個隊友需要幫忙 就直接飛上去支援一下吧 正常來講 戰爺的大絕招冷卻時間比較久 所以要拿去幫忙會戰會比較好 我這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因為這場真的太順風了 我基本上現在就是一個 開啟護盾之後 過去二技能炸一下之後 再雙被動 芽芽在頭上 可能什麼事都不用做 對手就被你給秒殺掉了吧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了各位 我們明天見